范冰冰是一线大咖,从十几岁开始,就一直在娱乐圈中摸爬滚打,如今混到现在的地步,可以说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,走出来的成果了。 范冰冰如火如荼,在自己事业的高峰期,不忘自己的弟弟,将自己的弟弟也带进了娱乐圈,并且在娱乐圈中给弟弟过了一条路,可以说从还没出道开始,就一直被网友们关注了。 出道后范冰冰也帮助了很多,让弟弟参加各种综艺节目,来累积自己的名气,一般明星亲戚出道,很多明星都是避嫌,为了防止舆论,不过范冰冰没有这么做,不仅没有避嫌,还光明正大的捧自己的弟弟,更将自己的微博头像,都改成了弟弟范晨晨的模样。 范冰冰的男朋友李晨,也是利用自己的资源关系,多方面去捧红自己女友的弟弟,看来李晨与范冰冰的关系,日益健身啊,不过也有人效仿范冰冰的做法,只不过结果有点扎先了,不仅没有捧红自己的弟弟,自己人气都下降了。 不少网友都表示,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俩啊,那就是在网络上热播的主播,利哥,他走红的原因是他的声音,歌声很动听,并且本人长相也十分美丽,受到许多网友的喜爱,本色也越来越多,看到自己的主播事业越来越火热,利哥也开始捧自己的弟弟, 想让自己的弟弟在主播界分一杯囊,直播的时候经常有弟弟的加入,甚至弟弟成了主角,自己成了配角,如此用心良苦,但是效果很不理想,弟弟一直没有被网友们记住,甚至观看直播的人都变少了,自己的人气也开始消滑,对于这件事,大家是怎么看的呢? 看看网友是如何评论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